你悉心呵護他們的成長 但是偶爾也會力不從心 你努力想進入他的世界 他卻總是帶來新的挑戰 你想帶給他更好的一切 爸爸陪我五花 我真沒時間 你過去過去過去 卻不小心忽略了他的內心世界 愛需要時間表達 對孩子來說 最溫暖的東西 也許叫做陪伴 鼓勵他走向想像力 能到達的最遠的邊界 幫助他探索光影 和聲音裡的未知奧秘 寫手發現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樂趣 創造和分享感動 憧憬和想像未來 有些東西會穿越時光 陪伴孩子一生 溫柔成長的力量 溫柔成長的力量